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江醫師 這幾年肌肉很夯 那確實 肌肉是一個非常容易的 取得的蛋白質的來源 那蛋白質的攝取 對於人體的維持是很重要的 可是對於腎臟疾病的人來講 是需要控管的 沒錯 我有一個三十幾歲的病人 他產生一個腎病症候群 所謂腎病症候群的定義 就是他產生大量的蛋白尿 正常人蛋白尿不能超過150毫克 你知道他多少嗎 他一萬五 他是正常的一百倍 其實用腎病症候群 3000毫克的定義來算 他也是腎病症候群的病人的五倍 那當然我們這種病人只能限蛋白 因為他要差不多打到八折 因為他蛋白吃太多 他會流失更多 所以假設他60公斤 他打八折 他一天是攝取48克的蛋白 他只能吃48克的蛋白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蠻辛苦的限制 因為連米飯都有蛋白質 都要限在裡面 不過我也有特別跟他講過 因為根據新加坡的六萬個人研究 腎病症候群腎病的病人 他蛋白要限蛋白的時候 魚不在這個限制範圍之內 我跟他講說魚不在限制範圍內 魚可以隨便吃 不過其他都要限制 結果他回去自我衍生 他把我講魚不用限制 他講說白肉都不用限制 他不敢吃魚 他就給我拼命的吃 剋什麼 剋肌肉 結果下次來的時候 從15萬蹭蹭到20萬的蛋白尿 人腫到不行你知道嗎 我說你只要下去 你要注膠病房 要打點滴 要打那個利尿劑 不然的話你會 肺水人會死掉 結果後來我們就限制他的蛋白 連肌肉都要限制 那一般來講 蛋白尿本身 很多人把自己的蛋白尿 跟自己的泡沫尿分不清楚 蛋白尿跟泡沫尿 還有一個特點 其實你要知道蛋白尿 你回家打一顆蛋白 在水中你拼命打一下 你就會發現 蛋白尿應該長什麼樣 它比較綿密 細細的泡沫一堆 這個就是蛋白尿 那磷酸尿像什麼 一般最常見 引起泡沫的另外一問題是磷酸 磷酸就像你的肥皂 磷酸的泡泡骨比較大 那個是磷酸尿 那蛋白尿還有一個特征 是不會痠 它鋪滿了整個小便池的 大便池的這個水面 數十下散不掉 你就夠擔心的 如果十分鐘散不掉的話 大概是一定有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蛋白尿本身 泡泡有一點油脂的感覺 又綿又細 而且容易附在這個 馬桶壁上面 那我們講雞 像雞心本身 它膽固醇含量是高的 可是目前研究已經不認為 膽固醇跟你的膽固醇 有什麼關係 不過坦白講 它蛋白質含量也高 然後另外雞翅膀的脂肪含量 就真的是高 雞翅跟雞腿的脂肪含量 都會稍多 雞腿其實不是純脂肪 因為雞腿就多的是 所謂的ATP 就是它很多的立腺體 所以它顏色 雞腿的顏色變 比較有點泛黑的感覺 所以是因為雞腿肉 含有很多的立腺體 因為它要走路要用的 雞胸肉因為它只是 拍翅膀要用 雞不太拍翅膀 雞又不太會飛 所以雞胸肉就很少立腺體 所以它看起來就是白色的 甚至因為這樣的關係 它比較乾澀 可是因為脂肪含量低 所以用來增肌減脂的人 很喜歡吃雞胸肉 雞肝 雞腎這種內臟 是華人比較喜歡吃 老外基本上 這個都是下雜料 就打掉了 不過我覺得 其實有點可惜 雞肝的含量養分 維他命V1 V1 V2等等的含量很高 甚至有維生素A 還有鐵質 你不要忘記這一點 所以雞肝其實也是蠻營養的 那雞腳就補充膠原蛋白 對不對 所以其實雞全身都是飽 台灣其實很多人 不敢吃雞翅膀 不吃雞皮 為什麼 尤其不吃雞脖子 他們傳說中 雞胖會幫雞打針 都打在翅膀的地方 或者是脖子的地方 不過我跟各位保證 沒那麼硬工 雞一個大廠 十幾萬隻雞 你要把他打針 一直打五分鐘 你要搞多久 你要抓來打 那是笑話 我跟你講 沒有這種事 所以你絕對不會說 因為吃雞皮 或者是雞翅膀 就吃到很多的藥 那是不可能的 不過坦白講 這個部位當然有 他自己傳統的缺點 我有一個國一的女生 他說自從他有月經以來 他從來沒有損過 就從頭到尾亂七八糟 那因為他媽媽本身 也有月經的問題 那後來被發現 環境核門過高 所以把女兒帶來檢測 結果這個女兒檢測 環境核門也很高 結果發現他幹嘛 為什麼環境核門這麼高 他說他媽媽說 沒有啦 其實我們家 不太用塑膠用品 給他帶去學校的水 普通都是帶一個 什麼運動水瓶 給女生是帶不會太重 人家都帶那個不鏽鋼的保溫瓶 那還是環境核門太高 怎麼搞出來的 結果這個女生 特別喜歡吃雞皮 雞翅膀 那他們家 他跟他媽媽兩個人 就是家裡的最重要的分子 所以家裡其他人 這個雞皮什麼 都給他們兩個吃 所以吃出一身的環境核門出來 那怎麼樣避免環境核門 你知道嗎 其實很多事情你可以做的 不是這麼無奈 第一個你避免用塑料餐具之外 避免用一次性的紙餐具 就像你在超商的塑膠 那個紙杯 沖泡熱咖啡的時候 它會掉出來兩萬多顆 塑膠微粒 那個到時候都是環境核蒙 然後避免長期接觸 殘針子 熱感應子 然後你要常常洗手 因為多少人會接觸到 對不對 然後油炸的部分 還有動物的脂肪要小心 就像我們剛才講 雞皮 它很容易從它的飼料 它的環境中 積累這個所謂的 脂溶性的環境核門在它體內 那當然保持空峰 避免這個室內的灰塵 微粒的傷害 你不要忘記 台灣室內的塑化劑 在灰塵的含量 是世界第一名 所以你能降低灰塵的量 就不會吸入那麼多環境核門 最後你要小心你的個人的美妝 還有衛浴用品 這些東西 其實動不動就有人幫你 加上各種各樣的 什麼定香劑 說話劑 定香劑 定型劑 這個東西本身就是環境核門的一種 所以老是使用這個東西的話 月經就會亂七八糟 那我會請教江醫師 我們今天分享的是 雞肉是白肉 那是一個天然的動物性蛋白質的選擇 那剛剛醫師也點到 這幾年台灣因為運動風盛行 那個蛋白粉跟蛋白飲也盛行 那還有一些人在減肥 減肥他用代餐的話 也有一些人靠喝那個蛋白粉 蛋白飲來減肥 那蛋白粉不是不能攝取 可是事實上也要小心 過量的攝取也會影響到腎臟 沒錯 國外有一篇文章特別提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國外跟國內都一樣 健身之後用蛋白粉的人很多 因為在準備食物很麻煩 而且減肥用蛋白粉的也很多 對 可是你不要忘記 蛋白粉大部分都是VCA 就是脂戀胺基酸 所以 脂戀胺基酸本身在代謝的過程中 其實會製造腎臟的一些有毒物質的產生 真的喔 對 所以有研究就在這些大量使用蛋白粉的人的小便中收集 就可以偵測到很多急性腎損傷的一些 所謂的生物標誌物在裡面 所以這個研究當然它不夠長的追蹤 不過它暗示說這樣子會不會長期會造成腎臟的損傷 那我自己倒是有個例子 有一個人他腎功能大概80幾 就有一天突然測到剩下45你知道嗎 急性腎衰疑病 三期腎衰疑 跑來看結果一看 怎麼溫度沒對沒有止痛藥 沒有什麼傷害腎臟的原因 沒有糖尿病什麼都沒有 那為什麼生物温度會下降呢 我再給他測一次 又回到差不多70幾 那過一陣子又來 又增加40幾 結果問清楚 他運動之後 如果一兩天之內都去抽血 你就發現他的生物能會掉下來 那這個掉下來是假性的掉下來 為什麼 因為運動之後你的肌肉崩解的多 基酸肝高起來了 基酸肝高起來 倒數就是生物能就下降 所以這個就是因為運動造成假性的肾衰竭